这个当年软型开始演坏人 那只孩子还小吧 他上初中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 我没给他开过家长会 其实可能是我有点怕影响他 这是儿子长大的照片 很文静啊 很文静 儿子看您的戏吗 看 看 他会给您什么评价呀 说爸太坏了 爸 你看我这么文静的一个人 怎么会有您这样的爸 这下个爸 完了到大学的时候 他上四年大学我也没有去过 就是我基本上不去学校 直到他毕业的时候 就是带那个学时帽 学时帽 我才去的 我儿子就说 爸 他们很多人都知道你嘛 说今天我带毕业的时候 他们要跟你合照 我说那合吧 合吧 我说那合吧 合吧 就是直到大学他毕业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在他们邮电大学 我才露的面 其实说到这个杜老师的家庭 刚刚我们聊了这个爱人 聊了孩子 爱人啊 孩子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我们这个杜老师啊 还有一位亿父亿母的亲兄弟 反应过来了吗 你们知道是谁吗 没反应过来是吧 不知道 有照片吗 给大家看看 我们大屏幕上有照片了 大屏幕上 大屏幕上 季春华老师 季春华老师 其实分开了 应该大家都能感觉 肯定有人说过 也碰到过 分开了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人 合在一起就能看出来 有无相的地方 合在一起就是有区别挺大的 对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特点全是这样 以前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事 你说您是演少林寺那个 我说不是 是 就是你 我说不是 完了春华呢 后来呢 人家跟春华说 你是那雪豹那大当家的 春华说不是 完了就反正后来就解 特别解释不清楚的一件事 特别解释不清楚的一件事 甚至后来有戏的时候 说我们这次 做一部戏叫《黄金穴道》 你们俩演兄弟 黄金穴道里边的黑白双煞 就是演兄弟 在线前演开的那种 就假价皆设的 把这两个人区分开 说杜老师 你是 你演那个笑面虎 就是笑一点 因为我可能笑起来 更可爱一些 说那个春华老师 你这一个戏都不能笑啊 就把两个人区分开了 这是一个戏 我们两个的一部戏 还有就是刚才那张照片合影 那张照片是 去年播的一个网剧 叫《叶天子》 应该说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知道 春华老师走 对 春华老师后来不在了 您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是不是非常难过啊 是什么时候呢 是18的四月份 对 春华老师 是最后的一位 是的 在这边 对 春华老师 是否则 很可爱 对 春华老师 在大学习 是否则 对 春华老师 对 春华老师 是否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